Hello 大家好,我是下巴仔 最近看小熊書 見到有很多人都介紹這間新開的轉轉熱腦鍋店 除了給它色彩繽紛的碟吸引到之外 最令我有衝動想去試 就是火鍋料最便宜竟然有3元起跳 而且它每一種的份量都小小碟 一個人都可以享受火鍋的樂趣 你是不是都想知道哪間呢? 跟著下巴仔來吧 這次我們來到的就是聖香亭轉轉熱腦 聖香亭這個品牌可能有些觀眾都聽過 最近它轉了型 而我們所知有兩間分店都已經變了轉轉火鍋 開了沒多久 所以下巴仔都專程去吃了 如果有內地電話號碼的你們 強烈建議拿了飛機先上去 我說的是 在香港沒過關前就已經要拿飛了 始終是新店,個個都貪新鮮 雖然暫時沒有很多香港人幫襯 但這間都頗受內地人歡迎 我們拿位之後就發現原來還要等多三十多張桌子 不過當我們過關去到的時候 等了一會已經可以入座了 店內的位置不算多 加上亦沒有限時 所以我猜這樣做成它等候的時間久一點 不過都值得一試的 進來後真的非常興奮 對眼的視線已經離不開回轉帶上面的火鍋 不過這個時候 千萬不要自亂震腳 可以先透過Scan QR Code 選出你想要的湯底 當日所見 他們總共有五款湯底 給大家選擇 我們投資了最貴的火鍋湯底 但是這個日光蕃茄牛骨老鍋 的表現真的差強人意 本來看到裡面有兩大塊牛骨 而且也有很多蕃茄粒粒飄浮在湯上 以為它會比較濃味 但是可惜 入口完全感覺不到蕃茄的存在感 非常清淡 差不多全程了 我也借意用我朋友選的 南洋香茅老鍋湯底來打火鍋 果然是隔離飯香 這個湯底的調味其實是冬蔭功 酸酸辣辣 帶有椰香味 這個下巴仔再好喜歡 下單之後 第二樣你要做的事 就是出到這個自助巴 調製出一碗屬於你的醬汁 有一方面我覺得店家都挺貼心 就是它會根據不同的鍋底 推薦你調配一碗 配合到的醬汁 而且我也自己做了一碟乾碟 裡面有黃豆花生粉 脂鹽粉和辣椒粉 點夠肉下去吃 真的覺得有燒烤的感覺 搞定碗醬料 很快點回去 因為你的湯底已經在乘火車過來 雖然這輛也是我見過最慢的火車 當這輛火車來到你的頭上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聲音提示你 這個時候 店員有空的話 都會主動過來幫你拿湯底下來 你以為已經準備好? 沒有? 我們還要拿餐具 每一張桌子的底下都有一個櫃桶 裡面有所需的餐具 全部都是積器 而這個印著吃貨的包裝 裡面其實是一條圍裙 我覺得很好 因為每次吃完 我都會彈到整身都是 一切準備就緒 我們可以開始下火鍋料了 眼花撩短的這麼多位 其實可以先參考一下在牆上貼著的 八大必食菜品推介 或者聽下下巴仔以下的介紹 我們觀察過後 發現3元的黃色碟 大部分都是菜類、菇類、鬥製品 是一些比較便宜的食材 這個類別不是講求店家的手藝如何 只是在乎食物的新鮮程度 我們特別喜歡它的皇帝菜 以及菇類拼盤 而且3元這個系列 其實還有一個隱藏菜式 在旋轉帶上找不到的 而是需要在電話裡落單 而這個是打火鍋必備的公仔麵 然後我們進一級去到紅色的碟 看到它的食材 原來顏色都非常單調 比較特別的還有這個炸彈 魚麵 以及他們現在做推廣的金沙魚褲 炸彈和響鈴我是十分推介 特別是它可以幫我吸收朋友的湯底精華 很好吃 紅色碟其實還有很多滷水的食材 只是我們沒有特別試 而再進一級去到啡色碟 7元的價錢 你可以得到3隻火箭魷魚 或者2塊竹生烤骨 又或者是鮑魚 這個最貴價的類別 它大部份都是海鮮 軟類 以及它的招牌菜 我挺欣賞這個軟類拼盤 粉紅色那個 烤軟包裹著一個鹹鴨蛋黃 這一款在香港真的沒見過 另外福袋裡也不是年糕 而是蝦滑蟹籽等 鮮味十足 如果你問下巴仔 這間餐廳有沒有福呢 絕對是有的 這裡的肉類 絕對稱得上為福 12元一碟 牛肉 豬肉 羊肉 牛舌 任君你選擇 當日我們下單之後 發現廚房根本都塌了 隔了很久都沒送到我們兩盆肉來 這樣也不要緊 而是來到肉類明顯的 還沒解凍得很好 非常硬 夾起的時候已經散了 牛舌我自己覺得它用藤椒調過味 怎麼都會好吃 那碟牛肉 但是下巴仔建議大家 如果你不是必定要吃肉的話 就不需要在這裡吃了 最後不如說說它的飲品 雖然舖仔細細 但是飲品的種類都頗多 如果你想簡單地喝爛泡茶或者可樂 可以出到自助區裡拿 飲完放在桌面店員就會計算你錢 或者你是追求一些手搖飲品的話 亦都可以透過電話落單 我們要了一杯薄荷末里爆打檸 按到進去 有得你選擇甜度 還有薄荷想要圓塊葉相 還是一個叫做布除款 不過都是堅密的東西 即使你選擇布除款 入口依然沒有薄荷的清香 大家亦都不需要投資這杯飲品了 講講它的服務 雖然感覺到店員 還不是很熟悉這個新店的運作 但是他們都很盡心盡力 會主動留意我們需不需要加湯 又或者入座的時候 會問一下你是不是第一次來到吃 他會講解一下整個流程是怎樣 所以整體的感覺都不錯 今餐我們兩個人吃了一百七十多元 因為要拍片 所以其實我們都吃多了很多 目求介紹到更多火鍋材料給大家 吃飽了 記得買單前 自己要把那些碟分好不同顏色 店員就可以很快幫你數到有多少碟 當我們出到門口的時候 聽到一個很驚人的消息 而那個排隊等候已經變成七十多台了 可想而知這間轉轉熱路最近都很紅 我覺得這裡的等候區域 比其他餐廳有點簡陋 而客排仔覺得 它的食物質素 未算超級好 純粹是一人火鍋 以及二三元一碟 做招來吸引到很多客人 所以你說如果要等七十多台 我就覺得不值得了 這個客排仔評分 給大家參考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喜不喜歡這次評價片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未訂閱的你 好快點訂閱我們 下條片一定會做得更加好的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